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中华市政府大楼里 弥漫着一股奇怪的臭味 这一传十十传百 跑来看热闹的人可就更多了 过往的车子都被吸引得停了下来 市政府前面的人越来越多 最后市公安局不得不调来警力 把市政府前面的这段路封闭 并且拉起了警戒线 把人群挡在了百米之外 市政府大楼前的空地上 张卫正和其他几位副市长 脸色凝重的站在那 这市政府大楼 一夜之间变得叫人无法停留 这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啊 消防队的人进去忙活了 就一个多小时 这时候负责人出来摘掉面罩手套 来到张卫正几个人面前打了个敬礼 张卫正看着对方 情况如何 找到原因没有 就听消防队的负责人说的 我们已经对大楼从上到下 每一间办公室都进行了挨个排查 没有找到污染源和污染物 通风系统也彻底清理了一遍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下水道同样不存在污染物 我们的人下去之后 只是往前走了一百米 味道就变得非常弱了 但是我们还是坚持 排查到了一公里之外 张卫正皱了皱眉 下水道往外一百米就没有味道了 这说明污染源不在远处 就在大楼之内 可这大楼也已经让消防和环卫部门 清洗了一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到底是什么东西 能够发出如此刺激的味道 而且还监测不出有毒气体呢 消防队的负责人继续说道 目前我们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手段 包括在通风系统内添加了空气清洁剂 重要的通风口 公换了新的空气过滤设备 下水道 凡是有可能发生气味窜跑的地方 我们都做了加护措施 辛苦了 张卫正说了一句 心里却是烦躁 污染源没有找到 这些措施 怕是都没有什么用 只能是先做了这些措施 然后观察空气质量有没有变好 如果有变好的迹象 那就是气味跑窜污染 如果依旧没有变化 难道要一直继续找下去吗 这可不是个办法呀 再闹下去 还不知道要传出什么样的谣言呢 一天找不到污染源 总不能市政府机关就这么放大架吧 张卫正问了一句 污染源不在楼内 那会不会在楼外呢 消防队的负责人倒是稍稍一冷 他带人一过来 就顶着恶臭到大楼里面忙活去了 倒是还没顾得上观察楼外面的情况 他当下就说 现在楼内刚刚排查完毕 接下来我们会立刻安排人手 对大楼周围的环境进行排查 张卫正一点头 示意动作抓紧一点 不过呢 他也是随口一问 楼外的味道也没有那么严重 估计啊 污染源不在外面 消防队立刻派了十几个人 分成两队 对大楼的外围进行地毯式排查 包括机脚嘎拉 花府深处 甚至是一旁的自行车棚 都检查得非常仔细 过了有半个小时 两队人员撤了回来 向消防队的负责人 汇报排查情况 有一队人员的手上 提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看不到里面是什么东西 张卫正倒是精神一阵 看来消防队找到一些东西了 消防队的负责人听完汇报 就又过来向张卫正汇报 报告 我们的队员在大楼西侧 垃圾收集区里的一只桶里 发现了一些东西 包括一双皮鞋 一只臭鞋垫 两双破袜子 以及两只发臭的乳鸡蛋 很可能就是污染源了 张卫正一愣 就这么点东西 能把大楼里弄得如此臭不可闻吗 他的目光 不由朝大楼的西侧看了过去 身后 立刻就有位副市长叫了起来 垃圾桶怎么会放在那里呢 垃圾桶不是一直都放在 楼后面的绿化袋吗 市领导们平时日理万机 怎么可能会注意到一只小小的垃圾桶呢 要不是消防队的人讲起 大家还没发现垃圾桶换了地方呢 有人附和着贺问道 是谁允许 把垃圾桶放在那里的 忍不住贺问了一句 只是话没说完 就又赶紧收声了 这位突然想起来了 哎 那个地方 好像是新来的农委主任的办公室吧 杨明新也看到了 他眼睛里充满了惊讶 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是谁如此无耻 竟然把垃圾桶放在了 增议办公室的窗户下面呢 这不是明摆着恶心人吗 你就算对增议有所不满 也不能用如此下作的手段吧 杨明新没有问垃圾桶的事 而是一脸困惑的说道 那一片好像是农委的办公区域吧 把农委的人叫来问问 看看东西是不是他们扔的 太不像话了 张卫正被这么一提 立刻就反应过来了 当时气得连眉毛都跳了起来 太不像话了 这简直是胡闹 到底是哪个王八蛋干的 连杨明新都能想到 把增议派到中化 其实是给中化出了道难题 张卫正自然也想到了 所以他对省里的这个任命 很是不满 增议整天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晃荡 偏偏自己还不能拿他怎么样 除非你抓到了 增议实实在在的错误和把柄 否则那就是个烫手的山芋 谁碰谁倒霉呀 非但碰不得 还得表现出跟增议一团和气的模样 这让张卫正想起来就觉得活大 可也无可奈何 张卫正都没想好怎么对付增议 当然不可能受益他人去整增议了 可增议的上任欲冷 也跟张卫正有莫大的关系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慎烟 上有所悟下必慎烟 中化市上上下下都知道 张卫正恨增议入骨 当然就要跟增议保持距离 有一些着急溜须拍马的 当然要抢着去对付增议 以此来讨得上级的欢心 张卫正怒吓一声 是谁擅自做主 把垃圾桶放在那里的 一句擅自做主 就撇清了自己的干系 二来呢 张卫正也确实是动了真火 为了恶心增议一个人 竟然把整个机关大楼 都搞得鸡犬不宁 甚至还惊动了全市 你这是整增议呢 还是玩大火呢 旁边的杨明欣就说道 赶紧把垃圾桶都夺走 太不像话了 什么东西都往那里面扔 张卫正脸上表情不变 却是不着痕迹的 瞥了杨明欣一眼 那眼底有一丝奇怪的神色 杨明欣今天的举止行动 很是不寻常啊 环卫车就在旁边 他们把垃圾桶全部运走 然后换了一批新桶过来 重新摆放在了 以前的绿化带深处 过了有半个小时 大楼里的那股子刺鼻的味道 开始慢慢消退 这让消防队的人很是诧异 一只臭皮鞋 加两颗乳鸡蛋 就有这么大威力 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啊 可事实又在眼前 让他们不得不相信 事情结束以后 市政府拿出了个方案 打算晚上在电视台播个新闻 就说是今天多个部门在市政府大楼搞了一次联合消防演习 免得再闹出什么幺蛾子来 市里头闹得再热闹也跟增益无关 他此时已经到下面调研去了 这辆桑塔纳行驶在路上 司机老张提醒道 曾主任 前面就是方明县地界了 不一会儿 车窗外就出现了方明县的一个巨大路标 上面写了几个大字 开放的方明县欢迎您 曾毅看着方明县路标缓过 路边的厂房也是连绵不断 就把视线收了回来 问道 方明县的经济情况在中华市算是比较好的吧 司机老张跟着曾毅已经出来二十多天了 一路走了好几个县 跟刚出来的时候比 他现在已经能够放得开了 啊 其实在福德县也有穷的地方 方明县的经济基础还是不错 尤其是陶瓷业搞得很大 跟中华市的大平县 那是全国有名的两大陶瓷基地 可主要集中在县西 县东就不行了 好几个乡镇都是农业乡 曾毅听老张提起方明县 这才想起 之前铁路规划在中华市穿过的就是这个方明县 那狼蛙岭也应该在方明县境内了 曾毅又随口问道 跟着我出来这么多天 家里也没什么意见吧 曾毅起初还担心老张的车技不好 可上路之后就完全打消了这种顾虑 论行驶经验和技术 老张一点都不比徐丽差 而且对中华市下面的每个县乃至每个厢的情况都十分熟悉 简直就是一幅活地图 每到一个地方 简单几句就能把当地的基本情况说明白 就见老张一摇头 我就一个儿子 如今在外面上大学呢 老伴前些年下岗 在家门口开了一家小饭馆 生意还凑合 家里的大小事情啊 也不需要我操心 再说了 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家庭 吃饱喝足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了 曾毅呵呵笑着 你倒是挺乐观呢 不乐观点 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嘛 在机关里啊 熬了这么多年 我都想明白了 曾毅深以为然 就像自己现在被发配到中华市 身为市政府党组成员之一 可谁也没拿自己当市领导看 连管卫生的都敢把垃圾堆在自己的窗户外面 你要是不想开点 怕是用不了多久 杆都要给气坏了 车子进入方明县不到十里地 就拐上了一条乡间公路 前面是今天要调研的第一站 方明县大王镇 司机老张就开始介绍着大王镇的情况 大王镇的经济还可以 主要是做标牌和工艺品生意的 咱们市政府大楼里的各种名牌 包括市长办公室那块牌子 都是大王镇制造的 每年市里评奖的话 奖杯奖状大部分也都是大王镇做的 不过说起农业的话 大王镇就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了 曾主任你看 这路两边的地啊 在以前那都是产粮的好地 可现在呢 基本都料荒了 就算是有人种 也是撒下种子看老天 不食肥不除草 最后能收几斤试几斤 是在忙的时候连收都不收了 曾毅就让老张停车 下车走到地里看了看 老张讲的没错 这路两边都是好地 可大部分的地里 现在都料荒长了草 即便是种了庄稼的地 庄稼也是长得稀稀拉拉 没什么精神 甚至草的高度都碾上了庄稼 曾毅蹲下身抓了一把土 眉心紧锁 这么好的地 怎么没有人愿意种了呢 这可惜了的 老张对这种现象 早就见怪不怪 嗨 大王镇的年轻人 都出去做生意了 全国各地的标牌印刷店 有很大一部分 都是大王镇人开的 另外一部分人呢 都在镇上的标牌印刷厂上班 开在全国各地的店 负责揽生意 而制造基地 基本都在大王镇进行 做好了就发货出去 剩下的老人还要带孩子 哪有时间和精力种地啊 反正外面有钱寄回来 也不缺种地的点收入 再说了 如果纯种粮食的话 一年到头 论起收入来 往往还是富的呢 种植点瓜果蔬菜 倒是还有点赚头 可收入也不会很高 曾毅把手里的土扔掉 起身拍了拍手 他觉得 这些土地料荒 实在是太可惜了 中化市的可用耕地 其实并不多 甚至远远落后 于全国的人均水平 地少人多 促使中化人 必须外出去 做生意赚钱 才能生活 这才是形成中化 浓厚经商氛围的地理原因 可没想到 在富裕了以后 中化人会把 为数不多的腹地 也撂了荒 老张请示道 前面就是大王阵了 曾主任要过去看看嘛 曾毅摆了摆手 算了 不用去了 到别的地方转转吧 曾毅出来 主要是调研 基本农业情况 到镇里 也看不出什么 其实 他站在这里 已经远远能看到 大王镇的繁华 一个小镇的城市化程度 甚至超过了 南疆那种 西部省份的县城 刚才走的是一条小路 如果走大路的话 路边全是厂房 基本看不到农田 老张发动汽车 等着曾毅上去 便往前驶去 在各种乡间小道上 钻来钻去 走走停停 快到中午的时候 来到了方明县的 另外一个乡 叫做万水乡 这里的情况 倒让曾毅的眉头 有所舒展 他看到 沿路有好几座 大型的冷库 这是那种 专门用来存放 瓜果蔬菜的冷库 曾毅一眼就能看出来 曾毅吩咐道 到冷库那边去看看 冷库的门口 坐了十几个人 正在闲聊 看到曾毅的桑塔纳 停在冷库门口 大家只是扭头 看了一眼 便继续聊着天 连屁股都没抬一下 曾毅也没在意 正要过去攀谈 询问几句 此时一辆挂着 外省牌照的车子 也停在了冷库门口 刚才还在那里 坐着的十几个人 全都站了起来 纷纷快步上前 把那辆车给围了起来 等车门一开 就问道 老板 要买算吗 曾毅有些意外 同样是汽车过来 为什么待遇完全不同呢 看这个阵势 还会让人误以为 是这些人在拦路 打劫外地人呢 司机老张 凑在曾毅耳边说道 曾主任 这万水乡 是中蒜大乡 几乎家家户户都中蒜 那些招呼 外省客昌的人 都是压蒜呢 压蒜 曾毅有些疑惑 这是个什么名词 老张继续说 外水乡 以前是没有冷库的 每年到了收获算的时候 都会有大量的客商 从全国各地来收算 甚至还有国外的客商呢 收购的价格 要看年份和收成 有的年份高 有的年份低 谁都说不准 后来 有几个方明县的有钱人 在这里修了两座冷库 遇到算价特别低的年份呢 就大量低价收购 然后囤起来 等价高了再卖 曾毅就有点明白 什么叫压蒜了 其实就是压保 这几个收算的 赌的就是 后面算价会走高 然后从中赚取差价获利 不过 这都是很难说得准的事情 或许这算价就高了 或许还更低呢 司机老张接着说 那几个最开始压蒜的人 最后可都赚了大钱 起初啊 就是小赚 后来他们几个冷库联合起来 把一毛两毛收上来的算 卖到了三块两块 抛去成本啊 倒数还有十倍的力呢 司机老张说起这个 眼睛里不由流露着一丝羡慕 到了后来啊 万水乡的人都开始压蒜 中蒜的人压 不中蒜的人也压 不仅仅是蒜呢 蒜苗 蒜苔 甚至大葱 老姜 凡是能够放到冷库存放的东西 他们都在压 压对了 发大财的有 压错了 赔了的也有 曾毅有些惊讶 没想到 万水乡的压菜风气 竟然如此之盛 在当地人的眼中 这可能已经是一条 快速发家致富的好门路了吧 只是赌博就是赌博 大蒜可不比黄金珠宝 这可再生的东西 你中了地里就会涨 压的人越多 风险就越大 总有把冷库塞满 地里也涨满的时候 果然 就听司机老张又说 不过 今年的行情似乎不太好 市场上的大蒜价格呀 一直稳定在一块五六左右 上一批压蒜的人比较多 这收购价呢 自然就高 很多人最后啊 都是两块钱收的 压到现在 眼看这心酸又要上市了 就有些坐不住了 碰到外省客商 都是你争我夺的 增益看着那边的情况 微微一摇头 这果然是历令之昏 这些压蒜的人 本身肯定对每年大蒜的行情 十分了解 可是在暴力的诱惑下 竟然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大 甚至大的离谱 现在终于是吃不消了 这时候 那个外地客商 被围上来的人搞烦了 直接扔出了一句干脆话 通坏的 七毛 有卖的就跟我谈 不卖的请一边 一听这话 围在旁边的人 就散了一大半 将近两块钱的价格 收上来得算 又加上这几个月的冷库保存费用 现在只卖七毛钱 谁都下不了这个狠心 这就是在割肉啊 剩下的两三个人 还有些不死心 一块四行不行 我们这已经是赔本外了 运费算我的 那外地客商两手插腰 腰板一挺 多一分不收 你们不卖啊 我到别的地方看去 曾毅就知道 今天这买卖是做不成了 双方的心理价位相差太多 根本没有达成交易的可能 果然 那外地客商在原地 等了有两分钟 见没人给自己肯定的回话 也就掉头上车 一溜烟 朝下一座冷库去了 冷库门口 又恢复了刚才的样子 十几个压算的人 围坐一圈 一边咒骂着那个外地客商 一边商量着 怎么对付今年的坏行情 曾毅笑呵呵的走上前 来到那群 压算村民的跟前 顺手从包里拿出一盒烟 拆开了挨个分发 老相 聊两句 压算的人也没生意 就接过曾毅的烟点上 还腾出了一张板凳 你要聊什么 听你口音是外地人吧 来做什么买卖的 周围的人都看着曾毅 刚才只看车牌 竟不知道这个年轻人 还是外地来的 而且还带着司机 估计是个小老板 曾毅笑着坐下 当然是聊一聊 咱们万水巷的大蒜了 一听是聊大蒜 现场的十几个人 都来了精神 哎 小兄弟 要批蒜吧 我们万水巷的大蒜 可是远近闻名啊 每年都出口来的 另一个问 哎 小兄弟 你能吃多少货 量大的话 价钱可以商量 保证优惠 曾毅神秘莫测的笑了笑 然后翘了个二郎腿 完全就是一副 财大气粗的做派 这就得看诸位 能给我什么样的价格了 你们的价格 让我满意的话 我要的量 自然就能让你们都满意 哟 没看出来 小兄弟 你还是位大老板呢 现场的人左右一对视 这是条大鱼啊 而且明显很有经验 自己这么多人试探了半天 愣是没探出人家的底 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他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